从明天起 我到大薄金上班 这不可能 那我就把那些照片 都洗出来 给你女儿 慧慧也是你女儿啊 所以我才这样做 我要让女儿 认清你是什么样的人 好吧 随你别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阿姨 你今天要出门 对 从今天起 我要上班了 好 我知道了 哥 他马上要出门了 你赶快进去吧 天宇 我这心里没底呀 你说你们是两口子 他一定会有察觉的 不会的 放心吧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我会有一个孪生哥哥 你说我这个当哥哥的 这第一次见弟媳妇 就骗人家 这不好吧 好了 哥 别再说了 没时间了 记住 就按昨天晚上我们商量的来 不管他说什么 你听着就是了 你说话越少 越不容易露出麻将 你听着 真是难为我这个哥哥了 走吧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呢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呢 你去哪儿 当然去公司了 先回家吧 我 有话要跟你说 说什么 有什么 到公司说吧 你干什么 我不干什么 我 我想跟你 你 回家好好聊聊 聊什么 你不就怕我去公司吗 对 只要不去公司 我们聊什么都可以 好吗 好吧 我倒要看你 聊些什么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别哭 别哭 哭什么 好好的 你知道 我为什么哭吗 你刚才的样子 和十几年前 你第一次到我家 见我父亲 一模一样 是吗 我都忘了 我好想念 当年的赵天宇 热情 单纯 你说话 脸就红 我真没有想到 这辈子 还能见到 你从前的样子 那个有水吗 我要喝点水 咱们喝酒 喝酒 好 来 为了我们的从前 干杯 现在就喝呀 还不到九点呢 什么 喝酒 好 我知道了 老板 周先生和夫人正在喝酒 夫人好像很激动 又哭又笑的 还老提当年什么什么的 不错 我哥哥还真有一些 我当年的影子 天宇 我真高兴 我希望你 一辈子 都像今天这样对我 天宇 我真高兴 天宇 再喝一杯 不能再喝了 喝 我高兴 天宇喝 不能再喝了 不喝了 你不是说要跟我聊聊天吗 咱 咱聊聊天吧 不喝了 不喝了 天宇 嗯 我想让你 抱抱我